这个女孩看到一只被遗弃的可怕小猫,尖叫起来,她不知道被绑架的人从哪里来,也不知道她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。 他们去他们的财产检查,谁来拜访,但外面没有人,这很奇怪。 相反,他们的前廊上留下了一个神秘的小篮子,看到没有人,他们走到外面检查篮子,里面有东西在移动,爱丽西亚间叫起来,当他们打开它时,里面躺着一只可爱又丑陋的小猫,一只无毛的小猫,灰色的皮肤皱巴巴的,眼睛很大,他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,也不知道它属于谁,这只小猫吓坏了。 普通爱丽西亚的母亲看着爱丽西亚,喜极而泣,她忍不住担心,发现这只长相奇怪的猫会让它小女孩心碎,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猫,而且他们确实不知道。 不知道它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,至少大多数猫都有漂亮柔软的皮毛,但这只赤身裸体的小动物看起来病态,且非常没有吸引力。 母亲试图解释说,他们不能保留这只小猫,因为它不属于它们,但爱丽西亚不想听,她看到篮子里的小猫,相信她一定是给它的礼物,并且看到它的眼睛有某种感染,似乎也有它没有的皮肤病,甚至真的很想触摸小猫片状的皮肤。 但爱丽西亚没有任何这样的担心,这只猫大胆的外表并没有打扰它,小女孩紧紧地抱住这只丑陋的无毛猫,轻声地对它说它的健康问题和它的健康问题。 起源是兽医检查微信片的主要问题,这可以帮助它们找出它来自哪里,它们也能够识别它是什么种类的猫,看看它是否知道什么关于它们家门口那只奇怪的小猫,也许它想偷偷地给它的女儿一个惊喜。 尽管如果它是幕后黑手,那就奇怪了,因为它从未与它的妻子讨论过这件事,如果它这样做了,为什么在与它交谈后,选择了一只看起来如此奇怪的猫? 丈夫很明显,她对这只猫的突然出现不负有责任,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中的其他人也没有责任,圈子里没有人承认把这只小猫送给了它们, 它们盲着想弄清楚这只猫来自哪里,它们不知道几个月后,当它们观看录像时,它们的安全摄像头将是获得它们正在寻找的答案的关键,但目前这一切仍然是一个谜,爱丽西亚已经爱上了,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,爱丽西亚相信它已经爱上了它。 收到这份礼物是因为它一直是个好女孩,但实际上这只猫是被故意遗弃的,对卡门来说,出于更黑暗的动机,有人会随意将一只猫遗弃在自家门口,这似乎很奇怪,但它永远无法想象这背后的险恶原因。 但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,这只是她的梦想成真,对她来说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爱丽西亚的家人一直在努力寻找一只小猫让它爱,但它们还没有找到一只合适的小猫。 每次它们去收容所时,它们的运气都很差,收容所里的猫要么病得很重,要么太老了,它们也去了饲养员那里,但那些纯种猫太贵了,尽管它们存了钱买宠物猫,但它们没有现在它们手上有一只神秘的猫。 它们想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购买上,它们谨慎地对待这个情况,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。 它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小猫带到兽医那里,它们分享了发现这只被遗弃的小猫的故事,强调它们对它的起源和未来潜在的发展,缺乏了解。 兽医很困惑,结果发现这只猫的皮肤确实有点干燥和片状,但它缺乏皮毛并不是 因为皮肤状况,就像人们怀疑的那样,这是猫的其他原因。 由于它的品种,它是故意无毛的,兽医解释说,这只小猫似乎是斯芬克斯猫和其他猫的混合体,它是一只雄性。 爱丽西亚开始叫它利奥,给它命名,对普通人来说听起来不是一个好主意,但兽医无法向它们提供有关这只猫的任何其他信息。 它还很小,不能离开它的母亲,兽医会提供一种配方奶粉。 它们需要喂养小猫,它们必须代替它的母亲喂养它,每隔几个小时,直到它变得更大更强。 它还太年轻,它们知道它混合了很多斯芬克斯猫的DNA,但它看起来并不完全纯种,这意味着它们也没有从饲养员那里找到任何关于它的信息, 没有任何线索表明这只小猫的起源,它不太可能只是迷路了,因为在任何道路附近都没有发现它。 但在这家人的家门口,兽医建议它们如果它们确实想保留它,就应该享受它并爱它。 当然爱丽西亚大声回答说它们愿意,卡门只是微笑,很明显利奥已经找到了它的家。 兽医给出的一个理论是这可能是某人的猫,但它们可能没有钱支付兽医费用,它们确实花了很大一部分积蓄才能让小猫恢复健康,但这仍然比买一只完整的布伦特猫便宜。 而且利奥值得,这只小毛茸茸的小猫已经赢得了二等奖,虽然它仍然对猫的突然出现感到困惑,但是它还太小而不能离开它的妈妈。 它在长大之前仍然面临着很多危险,它仍然可以让它们心碎,每三个小时喂它一次,很艰难,它们不得不整天整夜地喂它,整个晚上都喂了很多,但有一次它们错过了一次喂食,几乎造成了可怕的后果。 它们发现利奥几乎毫无生气地躺在它的婴儿围栏里,它真的很虚弱,几乎一动不动,而且非常昏昏欲睡。 太可怕了,小猫看起来可能活不下去了,卡门抓住了小猫和爱丽西亚,它们冲向兽医,当它们去看兽医时,它似乎已经出现低血糖了,它非常虚弱,但它们及时赶到了,接受了静脉注射,很快它又开始玩耍了。 这让它忧心忡忡的家人松了一口气,它已经改变了很多,并与它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,它们一开始无法忍受失去它,小猫非常害羞,它不想与家人的其他成员互动太多,如果它们试图接它,或者它们试图坑它,它会感到害怕,狮子座似乎因过去受到了轻微的创伤,这很常见,因为它仍然没有接受这个事实。 它们不知道这只猫是从哪里来的,如果它们知道养育利傲的世界会有所不同,它立刻就爱上了爱丽西亚,它很小,但它在帮助喂养利傲和清理它的身体方面做得很好。 很快,它就成了一只健康的小猫,无论走到哪里,卡门都会在它还需要的时候给它喂叶奶,这也帮助猫对它产生了依恋,因为它在家工作。 所以,它总是爱丽西亚上学时和利傲在一起,它喜欢在它的办公室里睡在阳光下。 爱丽西亚的父亲训练了猫,它们也建立了联系。 现在利傲已经是家庭的一员了,现在利傲已经吃固体食物了,甚至还训练它在生活后使用垃圾箱。 和家人在一起大约六个月了,利傲在家里感到被爱和安全,它们都喜欢它。 曾经骨瘦如柴,皮肤剥落的小猫已经长大成为一只看起来威严的猫,它的皮肤柔软如天鹅绒斑,它有一个光滑而肌肉发达的身体,给了它一个非凡的外表。 但乌云笼罩着这个家庭,它们甚至不知道一个可怕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, 这可能会影响它们所有人的生活。